英明美国时候的英文口试100题 当然每个人考试题前面都讲过了 这试题因为答案差不多都知道 用背也好去了解也好或者英文很好 也不需要什么准备 但英文不好的人就不行了 要多准备 当然前面讲过有些人超过50岁有什么情况 就可以用母语 我们继续看试题 试题要答对六题就过关 我们这边随便 前面有些话些已经讲过了 我们先看这个 第六个 当然你考的时候主考官不会给文件 你也不能带小超 就是口头 当你事先准备他也知道 当你不准备的话 那就是更麻烦了 When is my right or treating among the first management 这个翻译我名字 就是第一次修正案 什么东西啊 我这边会多解释 不只是把这个意思讲完 答案讲完就好 我会讲一些相关的 所以没有耐心的 不想知道那么多的不要紧看 要浪费时间 因为美国宪法 可是宪法 如果时代九月 一定有些地方没有写进去 这叫修正案 最后就是宪法本身地方不修 就增加 增加27条 但是第一次是 1到10个修正案 一起包裹表 一起通过 第一次修正案 但是它是第一条 都是1到10条一次通过 后面是录一句通过 第一次的 第一次修正案 就10条 通过10条 你举出来一下 Well is when you run 就其中的一个权利 或者是自由 为什么呢 我这边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第一次修正案 一次通过10条 就觉得好像 宪法写完以后 觉得好像 老百姓的保障不够 言论自由 宗教信仰 集会结束 好像不够 所以它就增加 但一增加 写第一条 你觉得不够 第二条又当兵 又怎么样 第三条投票又怎么样 一共一次加了10条 所以写在一起吧 不行 一条归一条 等于是10条 都有整数 所以美国第一次宪法 是这样 增加了 是权利 不自由 就写一个就好 但这边有五个答案 讲一个就可以 Speech 就言论自由 可以讲话 Speech 讲话 言论自由 religion 宗教自由 新的犹太教 基督教 基督教 什么教徒 就随便你吧 Assembly 就是开会 这个是开会 大会 就是我们叫集会 结社 你跟朋友 你的什么工会 这些同事 你们可以开会 这没问题 或者Press 就是新闻出版自由 你自己可以办报纸 如果你有钱 有这个企图性 或者小一点 本来是Press用力压 也是压力团体 新闻就是压力团体 但是讲是讲Press Press本来是报纸 也是讲新闻记 电视也可以 Petition 表明 而且像政府 Petition 是什么意思 就是陈情 你可以像政府 政府 当然也包括 政府官员 各个部会 或者你住一个乡下 住个城镇 乡镇 距都可以 或者是 像你那边的 参中议员 但参中议员太大 你就找那个 现实议会议员 都可以 所以 这边五个 随便讲一讲 各种自由 Speech Religion Assembly Trance Petition Government 人们自由 宗教自由 集会 结社自由 新闻自由 还有像政府 情愿自由 这样一题 你讲一个 随便讲一个就可以 这一题 随便跳 这个短一点 Welph is freedom after religion Religion 是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由 是什么 这个就比较麻烦 叫你讲一对话 前面都简简单单 你事先一段要准备一下 就像我们这个系列讲的 然后呢 这个你要稍微要听力练习一下 这个事先可能是帮你办移民 他可能会找外国人念一念 所以你要习惯他口音 这个就麻烦了 你要讲一对东西 就类似这参考答案 你也不一定完全一样 你可以讲简单一点 You can practice any religion or not practice any religion 就是说 Practice就是实施 实施任何的信仰 这个好像中文听不懂 就实践 你可以实践任何信仰 好像好一点 你就可以信仰任何宗教 Practice就是去做 而你信仰宗教也是做 你去教堂 你跟教友多参与多互动 Practice就是实践 所以这个英文跟中文差距比较大 因为You can practice any religion 就是你可以去信仰任何宗教 可是信仰跟Practice不太一样 或者不要是信仰的宗教 什么意思 你要信什么叫做信 or not practice any religion 就是别人不能强迫你 第一个 你信仰宗教 别人不能阻拦你 因为你不想去什么宗教 别人不能强迫你 这叫宗教自由 好 那这一集就这样 所以你可能要讲一下 参考答案 你用别人不能强迫你用别的方式都可以 你用别的方式都可以 我们再随便跳一个 就这个好了 这个好了 这个好了 第十五题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in charge of是我们讲成语 当然有人讲Pin charge of就是负责 这是老大 这是负责 executive branch branch就是分支机构 本来是数支 数支分场 比较分支机构 executive就是执行 什么叫执行 就是分支机构 就是行政单位 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就是行政部门 为什么叫分支单位 因为行政立法 司法 三选分力 三个分场 所以当行政部门是独立的 由总统来管 各部会 就是行政分支单位 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行政部门 有请行政权 这个行政单位 谁是老大 谁负责 当然是总统 就是美国总统制国家 英国就是首相 有的叫首相 叫总理 中国叫总理 英国叫首相 Pin charg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美国是总统制 行政部门 当然是总统 大选 国会就看三中两院 有议长 有的叫主席 他们叫议长 司法部门 法院 他们有大白关会 等等 他们也是分很多阶级 地方法院 高层法院 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 这些 就President 总统 负责 行政权 我们再看这个好了 第十六题 We elected a U.S. senator in how many years 我们选取一个美国的参议员 参议院是Sanity 参议员是Sanity 就是罗马时代的贵族员 上议院 贵族员上议院 美国就相当于参议员 也不是贵族员 罗马的平民院 下议院 就相当于 哈尔塞 这类的 众议院 就是啊 我们选取一个美国的参议 参议啊 Burhamianian 什么意思啊 选多少年啊 不是 不是选多少年啊 就他可以担任多少年 也就是多少年选一次啊 多少年选一次啊 那当然就是他任期嘛 Six 或Six 就是意思就是说 那个参议员任期啊 六年 就比众议员长嘛 众议员只有两年啊 我们觉得参议员比众议员 一般感觉大一点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参议员只有100个吧 一个周两个 人数比较少 100个 众议员400多个啊 这个物理系为贵 人数比较提前 第二个参议员啊 任期六年 又比众议员长 所以我们觉得 好像参议员感觉 感觉上比较高一点啊 那让我们再跳下来 比如说这个 第二季题啊 如果主考班问 In what month do we live for president 所以今年要选了吗 就是美国啊 在哪个月啊 选中途 这个美国国家不一样 台湾也差不多啊 有这么年底啊 年底年初啊 有时候12月 有时候1月啊 美国就固定 固定 November 11月啊 美国就固定 11月选中途 所以这种节目 你如果当场 你再忘记 你再想啊 会不会是8月9月2月 12月来写 那个 忘记了就没办法 这是一个错吧 然后再看这一集啊 第一个 比如说 3、4集 Leaders bill 这个单子 看起来像Veter 当年Veter 动词嘛 这是否决啊 谁否决啊 那否决什么 否决Bill Bill这个词很多意思嘛 我们这边有法案 那什么叫法案 就是还没有完成法律嘛 就是国会起草 讨论 在三度成绩当中 还没有变成正式的法律 不管是新的法律 还是修正的法律 那叫法案 或者我们这 有这叫草案 我们叫法案 正式通过才叫法律 那Bill也可以是海报嘛 有个账单嘛 有个小鸟的嘴巴很多 就谁可以否决 法案 也就是说呢 你参众两院通过了什么法案 没有法律哦 法律需要总统公布啊 公布以后才是法律啊 可是你说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什么法案 我们俩两会都通过了 要请总统签字 总统签字以后 到底就同时公布了 就是并没有法律 那只要签完字还不行嘛 还要公布嘛 但签字跟公布就差不多时间嘛 但是总统在签字之前啊 因为签字就很生效了 但是有没有说千万字不公布呢 也没有嘛 很多签字真的不公布嘛 就是要在签字之前可以否决 反正如果行政权权 我们叫做四个字 在至爱难行 你们国会啊通过法案 可是我行政单位我觉得做不到 我们觉得很困难 可以退回 哇那退回去呢 退回去啊就麻烦了 就行政问题 这个国会 国会啊要重新再审 如果维持李爱宏来的话 那总统要解散国 后面一大堆问题啊 可能我们就不讲那么复杂 谁可以否决 不含克战总统对行政权 他可以否决啊 但是这个不能随便卖 你用下去的话 后面问题一大堆 那我们再看看 再学一下 后面一点了 这个就长一点啊 What is one promise you make when you become a United States citizen 碰到when 我们就从后面先解释 比较符合中文的讲法 当你变成一个美国的citizen的公民嘛 你有居留证 绿卡只是居留嘛 你要拿到社会安全卡嘛 有登记嘛 所以绿卡就说 你可以住多久嘛 时间到了 你可以有资格升级成为公民嘛 所以绿卡你只是暂时居留嘛 工作有限制啊 也不用缴税 正式居留有权利啊 但是要缴税 或者登记不必应等等啊 因为当你成为一个美国公民要宣誓嘛 要对美国或对他国旗 宣誓效果要的仪式嘛 那promise就是你承诺 你要去做哪些事情啊 不是说你当美国公民 就随便当 你要承诺一些事情啊 这边他就讲一个one promise 你讲一个就可以啊 这边有六个参考的啊 这边讲一个可以 Give our loyalty to our countries 你要被别的国家 要放弃 放弃 放弃效忠 放弃忠权 因为美国是可以有双重国籍的 可以 可是呢 不管你 因为你做的一定是你有一个国籍嘛 那你也可能放弃你的国籍 是永远美国国籍 你也可以 仍然保有原来的国籍 但是不管 美国也不管 他也不查你有什么其他国籍 反正你要加入美国国籍 你就要放弃对其他国家效忠 所以就是 你不管是中国去移民美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或者欧洲国家 你申请美国公民 你就不能再对你原来的国家效忠 美国都要求 你同时对哪个国家效忠 比如你在法国移民过来 你要对法国效忠 你要对美国效忠 要是美国、法国 有纠纸 有纠纸 要打仗 你到底要向谁效忠 不要放弃 第二个是DNA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你要捍卫 捍卫美国的宪法 跟法律 你要捍卫 因为你是美国公民 第三个是Obe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你要 尊重 尊重美国法律 你要宣誓 Serve in U.S. military if needed 就是你要服务美国的 military 军队 B Serve 就服役 本来是服务 那这边就服役 后面的高价 加上If Need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 这个意思 看不懂 比如说美国 你趁20 一定年纪 比如说20岁以上 如果你在国外 你可以延个几年 比如说延到26岁 买二水 你叫去登记 向兵役处登记 可是美国是募兵制 尊重兵制 就是说你可以当兵 可以不当兵 也就是说你还要去登记 登记以后你说 但是我给登记 把我最新的资料 手机号码 不觉得审核通过 就到你当兵 所以Imit 像台湾 是一定要有 伏辟的义务 不管是厌场的 Serve the nation Serve the important word for the nation Imit 就是你要去国家服 这也是Imit 如果说国家 不敢碰到战争 碰到饥荒 碰到大陆的自然灾害 如果政府需要 像美国就有国民兵 国民兵就是 你这个军人 也不会随时 再弄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有国民兵 国民兵 平常你做你的最大不管 但是那个有点钱 但是如果碰到什么 考虑他飓风 大地震 军人在海外作战 在手达岗位 比较国民兵 但警察也不够 如果需要国家 需要你的时候 就征照你 做一些重大事情的处理 E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要被美国效忠 则一定 所以这几个都可以 随便讲一个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看这个 就好了 What is one reason coloners came to America coloners是殖民者 美国是当初从英国 殖民 那时候根本没有美国 他们是英国籍 所以15多少年开始 但是16多少 17多少 就开始多了 这殖民者 来美国的 reason 原因 你讲一个原因 好好的嘛 英国人好好的 为什么很多大西洋 跑那么远 那时候都是翻船 就是说 风浪大 会延死 而且没有下雨过 可能会渴死 可能饿死 可能会溺死 为什么要飘往过海到美国去呢 这边有五个参考单 一个就是说 政治自由 可能那时候觉得 有些人 在英国觉得 没有政治自由 到美国没人管 religious freedom 因为英国是国教 英国也不是犹太教 也不是建筑教 也不是基督教 很奇怪 一个英国国教 但那时候有清教徒 跟英国国家不合 要争取 宗教自由 economic opportunity 有经济集会 所以就很多低端人口 在英国混不下去 可能来不及土地 那美国的圈地 美国那些都是五文土地 你高兴在哪里 你只要 用这个什么礼拔 柱子 围墙 什么东西 都没有坏 你用线 用绳索 围一下 就是我的地 一开始这个地很大 有经济集会 就撞钱 Guarded state religion 就是信仰他们的宗教 这跟 前面 这个是一样的 escape per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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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逃避破汗 那边可能有人欺负你 看你的女人很漂亮 或者是 找你麻烦 图克你传道 找你麻烦 我就把你跑到美国 就这五个随便讲一个都可以 好 我们最后 最后再找一题 最后再找一个 这个长一点没关系 第六字笔 最长一点 There are 13 original states Name 3 就是 There were 就是有 用过去 是过去有 现在50周 刚说最早 13周 美国最原始的13周 你讲三个 讲三个周 13个 那为什么13个呢 因为 从英国到美国 美国一定到东南 到纽约那一带 然后就开始 趴趴走 然后有的就往北走 因为不能往东 东就是 到西洋 就往北走 往西走 往南走 不能往东走 因为就从东边过来 然后他们就把它划分为13个周 因为地方很大 这个 13块 13个周 这最原始的 然后后来又变50周 那怎么13个周变50周 因为一开始都在东北 东北角 东北部 那开始人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 也会土地不够 粮食不够吃 还有冲突 就开始往西 因为往北走 也走不过去了 往南走还可以 但是他们发现往西 无垠的大地 广茂的大地 就往西走 那走的时候 然后 然后 越来越多周 有的是用花钱买 有的是用骗的 有的是用强的 有的是用战争 等等 就是 50个周 最早的13个周 我念一下 New Hampshire 我们叫做 新函布什尔州 那是Jesus 我们叫 马赛 独赛州 Rhode Island 很小 一个岛非常小 新函布什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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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 有 就记录一下 将近十个吧 长春腿联盟 李登辉那是其中一个 Kernel 那不是Kernel 科尼尔州 不是科尼迪克 当然是耶路 哈佛 这些都是大学校 纽约市在纽约州里面 可是 华盛顿DC 华盛顿的首都 不在华盛顿州 纽约市在纽约州 也是东北角 那首都 华盛顿特区也在东北角 东北部 可是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在美国最细的一角 纽约州西 纽约州西 为什么加个纽约 纽约州西 因为英国都有 英国叫约克 纽约州西 对美国有加一个新的 所以 以前美国有做过统计 只要英国乡顺上到城市 在美国全部找得到 因为这是英国过来的 主要是英国过来的 全部都有 潘兆尼亚 密西法尼亚 加勒格 拉拉瓦州 美国最细的情报 就在之 在州 纽约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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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名字唸Carolina 或Carolina Giorgia 有些美國總統 西米卡特 他的故鄉 肖家座的平原症 23個 我們就唸一下 熟悉一下 因為都已經唸過 New Hampshire Massachusetts Rode Island Cunnitica New Rock New Jersey Pensyvania Delaware Maryland New York Carolina SouthCarolina Giorgia 這樣 這樣十幾 十三週五 他問你 你隨便 你要講 你要講 三個 三個這些這些 對有些人來講 可能不好記 所以這樣子每一次 每一個人他考十幾 他每一個人題目不一樣 你問前面的人說 哎呀老哥啊老弟啊老姐啊 剛剛出哪十幾啊 就算他記得住高中 你興趣也不一樣 十幾年六級 主考考驗認為OK 才算過關 不然還在補考 這集講真的 哪一位 哪一位 或是 太短俏了